今天来讲一下关于这个450怎么去组装 大概就分为机架 然后一些飞控 然后电机 电条 首先呢我们是需要把这个机架 给它先装出一个大概的样子 我们先找到这个小号的螺丝 然后找出机壁 先把它大概的样子给装出来 大概是这样放的 这两个有两个螺丝孔的 是对应的这一块大板的一个两个螺丝孔 先这样装起来 然后用螺丝刀给它拧住 就像这个样子 装完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完成这一步以后 我们不要急于的先把盖板给装上 因为这一块的话 它是要留着装飞控 或者要调什么接线什么的都方便一点 下一步我们需要把电机 给它分别装在四个机壁上 要注意的是呢就是电机的话 它会有一个正反转的一个问题 像这个的话它是反转 反转 正转 它上面都有标记的 这里会有点啊 或者有那个符号的 像这个也是正转的 然后我们电机相同的话 都是要把它放在同一个对角线上面 比方说 比方说我这个电机是逆时生转 然后我是要把它放在两机架的一个对角线的位置 对角线的两个电机的转向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现在把电机一个个装上去 找到螺丝道 我们四个电机装完以后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把电条线给它焊接好 我们首先呢 要把这个电条线先逐个三根线 三根线给它焊接好以后 然后呢 再去试它的电机方向有没有错误 如果电机方向有错误的话 然后再把它的电机线呢 认一两根再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去焊一下电条 挤完电条以后呢 就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用扎带 可以先将电条这里 让它复订一下 四个电条这就焊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需要焊的就是这个 这一空里面有一块分电板 我们需要把这个分电板 四个电条全部焊在分电板上面 好 等会我们就去把它一个个加到焊好 好 我们的分电板焊完以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正极焊正极副极焊副极就可以了 焊接好以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 这个双面胶和分电板 把它固定在这个主板上 我们把它看一下固定在哪个位置 最后这个位置 好 我们的分电板就已经固定好了 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非控 非控的话稍等 是装在上面 或者下面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装在上面会好一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招待是用来装正式的 然后基本上限制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连接线 就是电源模块的一个连接线 这条电源连接线 把它安装在这个电板上 然后等一会儿 这个另一头的话 是接在非控上的 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 这个线的话 我们再装好 我以后再把它整理一下也是可以的 暂时可以先不用整理 好 然后我们可以现在把这个盖板给它盖上去 然后用螺丝刀把螺丝给锁死 我们装完这个上盖板呢 就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非控 给它固定在这个位置 投掷这边 固定在中间 我可以把非控固定在中间 用一个大的泡沫垫 给它粘住 然后把非控固定在这个上面 然后把其他螺丝刀线给它 我们这四条电条线呢 我们先暂时放在这个边上 先不用管它 等会再用完 那我们先把该装的都装完 也再去布置这个电条的线 然后这里还有GPS GPS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也会有附送一个配件 就是这个小小的路线 看一下把这个GPS装在 装在这里 因为它附送了一个十字架的这个螺丝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之前 我们安装这个东西给它去掉 然后把这个螺丝给弄上去 再装一个 这边的GPS装好了 然后把这个上面胶给它粘在这个上面 然后把GPS给放上来 然后把GPS给插在这个相对应的位置 切记这个GPS的话一定要是把将它固定 这边的方向GPS的方向 箭头都是要朝前的 等一下我们会去打胶把它固定 然后电条的话呢 我们现在先不用接 我们先把它转 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给它装上 比方说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然后电条信号线 都要将它给接出来 这个是信号 信号也要穿进去 然后这个是 这边开关 安全开关 我们安全开关呢 其实可以放在一个比较方便 我们暗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粘在这个 非空的旁边 我们把这个先让它转进去 这样的话空间就会更清楚一点 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回传线 供电线 我们可以从下面把它冲上来 好 这个插口都已经插好了 然后电条的话 我们等会就要上电测试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电条的转向啊 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东西 再把这个GPS5干 打完胶以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方向都是朝前的 然后这条线 它是硬着接个接头机 S810号就可以了 然后电机顺序的话 如果红色为头的话 我们的这个电机为1号电机 2号电机 3号电机 4号电机 我们将它的电条线 相应的插在这个飞控的1234上 1号 插1号电机 插1号口 2号电机插2号口 3号电机插3号口 4号电机插4号口 然后我们全部工作都已经弄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架飞机 把讲业 准备在旁边 然后我们去连电脑 进行一个PID的一个调查 先去检查 它这个电机转向 还有指南针啊 那些东西 全部都要检查一遍 把遥控器校准 电条校准 加注定器校准 还有楼盘校准 都在地面阵上面重新弄一遍以后 我们就可以起飞了 正常的起飞了 这就是关于450的一个装机的一个全部教程